再來就是說呢要改哪些部分呢 第一個各位改一下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呢我講過嘛 我現在的資料庫 前面是他的驅動程式 然後呢我去開啟這個房貸的這個資料庫 那這個OLEDDB這個可以開啟沒問題 再來的話後面就是路徑斜線不要動 然後面的話改什麼 改成房貸 現在 豆點 不是不是不是點點什麼點 ACCDB 原來是MDB是2003的那因為我們現在用2007的格式 所以把它輸入ACCD 不能打錯 一個次都不能錯 OK第一個我們的 名稱有沒有 要打對 第二個的話呢這邊有info box這個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刪掉 然後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這一段也不要 其實這個後面這些這些不用了 就是 直接留下什麼 因為這兩段是去把資料查出來 並且放在 我們的那個工作 表上面這兩個不要 好 我們直接怎麼樣呢 執行 執行這個什麼執行這個insert的動作 那特別注意喔 我要新增一筆資料實際上是執行seql語法 那seql語法裡面的話呢就有一個說insert into的語法 insert into後面加上什麼呢 就是我的資料表名稱 那我的資料表名稱 這個範例是工作 紀錄 我把它改為房貸 好 這地方的話呢 改為房貸 因為我的資料表名稱叫房貸 房貸 然後面的話呢就要接著 五個欄位 再加五個資料 那五個欄位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這五個欄位的資 這五個欄位的資料 這個欄位名稱 我們是 用的是這邊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偷欄一下 這上面的名稱一模一樣 所以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再到這邊 ctrl v一下 但是會產生錯誤有沒有 記得把這個 前後的那個 加上豆點就可以 就是欄位名稱 豆點 就是我insert into 到資料表裡面的這五個欄位 這五個欄位 然後呢後面再加一個什麼呢 再加一個 Values Values後面加的就是 就是我們要加的五個欄位名稱 五個欄位名稱 那這五個欄位的資料呢 我要怎麼樣放到 這欄位裡面去 那這個我想你們先試著把這邊先改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果 透過 我們 工作表上面的五個欄位 然後把它 傳到裡面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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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